打工者移民澳洲不是夢 心動不如行動 還不快點打個電話來宏苑移民報名聽澳洲移民說了 看看哪個工種適合你 還可以全家一起移民的 報名熱線62214438 找宋先生談談 加拿大一直都是香港人的熱門移民地點 現在加拿大搶人才 開放更多工作就業機會 想了解更多 還不快點打個電話 或WhatsApp 62214438 找宋先生約時間做個免費評估啦 好了 又到了移民宜蘭為你解的時間啦 仍然新精透 想繼續工作大家的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今天主要阿周有個個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我也有個個案 希望他沒有聽啦 因為他在倫敦的朋友 OK的 沒問題啦 他說現在香港的東西很貴 某個程度是貴 但跟香港比仍然是便宜的 舉個例 例如資格市場買那些肉類 當然啦 電費方面真的貴 電費比香港貴 這是真的嗎 自從打仗之後 是啦 但有一件事他也提醒大家 他說畢竟在英國生活的形式和模式和香港不同 嗯哼 那去到現在都整好幾年啦 就是這個五佳日之後 嗯 仍然要提醒大家啦 那他自己設身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家的那個廁所流水 那你就不要用香港的標準去衡量啦 第一件事就不會自己弄啦 第二件事就叫人弄啦 是呀 他租的 他租的 租的好些 頭頭尾尾都搞整個月 因為你要預約嘛 那個月就馬上來的 他不會馬上來的 預約之餘呢 下個禮拜來他到來那天他又病了 總之他有事就不來的啦 是呀 又要同一個業主安排 所以這個個案想提醒大家 有很多事情就是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優勢 每個地方的缺點啦 譬如我們香港我們住屋的情況就很濟用啦 很少地方啦 你去到倫敦就大一點 如果你去到萬聖更加大啦 如果你再遠一點就更加大啦 哦當然啦 去到蘇格蘭就更加大啦 蘇格蘭更加大啦 那方面方面呢 就真的要跟香港的心態有一個挑戰 嗯哼 就是逢侵你叫去弄水電啦 黑區啦 水喉啦 樓啦 樓啦 樓水啦 鋪地板啦 地板漏了 即是裂了啦 裂了啦 牆這些要補啦 逢侵這些東西呢 你最好自己搞 是 但是呢 亦都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租的話呢 你自己搞呢 就是跟業主方面呢 租好一點 你可以找業主 是呀 要找業主 租就一定要找業主 是呀 那麼業主來說呢 他有責任要跟你搞定這件事 是呀 如果你不要採人另計 是呀 你如果不負責任的業主呢 那就另計 是啊 那另外呢 就是業主要 你透過的安排呢 當然那個時間方面呢 又不會像香港那種效率啦 唉 一個月閒地啦 整個水喉漏水 這個真是 這個真是 不奇怪的東西來的 這樣很合理的 是呀 你說水喉漏水 這樣 你說香港 上次打給他 下午就弄好了 喂 不是這樣的 人家那裏要預訂的嘛 是啊 所以這個心態上 你要調節啦 那另外開銀行戶口啊 這個搞 這個 這個 架子執照那些東西呢 那都是比香港慢的 啊 架子執照你 頭尾就預約兩個月 是呀 你差不多了 不是預約兩個月 是呀 我們這些經驗都是 這些個案都是這樣的 哈哈 兩個月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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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點點啦 所以大家就要 反正你去到那裡 你一般空閒的時間 會呀 有些事沒有事做的嘛 是啊 是呀 所以就要留點時間去做這些 這些事 是呀 要去學習一下 怎樣做一下水流 都可以的 是呀 但是呢 我那個朋友 他當然要住宋溫 他租了 那些事中心 是呀 比較方便些 但是他都說 最近初日提出那些 譬如在那邊遇到一些 生活的問題 或者是怎樣呢 其實他說這個是個別的情況來的 就是以他自己的看法 是是是是 當然我相信任何人移民一定有一個適應期 調節期 嗯 是 如果譬如你發覺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是跟別人溝通 是是是是是 就是說你不要放在心裡面 所有的問題 不是 現在英國老實說 你想找到一些香港人和你 大家 很容易的 是 是 現在真的太多香港人在那邊 是啊 所以 都說最想統計他十幾萬 不是 你十幾萬你想想 申請那個BNO 已經申請了BNO 十幾萬 其實你說 就是 香港來講 可能那個數字你覺得好像不是很多 嗯 但是英國來講 他都覺得 你在那麽短的時間裏面 突然之間 香港人 突然多了十幾萬 他覺得是很多的 是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 就是說 遇到任何問題是必然的 一定有的 是 那你其實如果 就是 比較是 外向一點點 嗯 傾吐自己的心事 肯跟別人講 其實很多人會願意幫你 是 是 就是願意 接下來阿周這個港元也是 是 現在已經在加拿大了 不是現在已經在加拿大了 他是透過 我的個案是這樣 就是 其實 我記得我很多集之前 去年都講過 就是說 很多人說 喂 救生艇計劃 一窩蜂 覺得很容易就過去了 嗯 嗯 就一直拼命辦過去 嗯 他們忽略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 救生艇計劃 是真的給一些 大學程度的年輕人 這樣東西呢 你如果偏離了他這個原意的話 你要轉做 就是轉為永久居民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困難 嗯 我那時候也會說的 你拿到那個Visa過去是不難的 嗯 那個是Working Visa 是的 那個Working Visa是不難的 嗯 但是問題 到你轉身份的時候 你就有一定的難度了 那 剛才你說的那個 那個 就是居留的那個期限 Working Visa是幾年 三年的 他一批批三年的 嗯 這個就當然了 一批批三年的 其實他又會 給香港人這個 這樣的特殊offer 呢 大概一年多 嗯 其實我相信 都數以萬計的 香港人就有過去 但是大部分 我覺得呢 大部分 我上來找我 或者 跟我談那些 很多都是一些 就是 我覺得他 他未必有資格 拿到那個永久居民身份 那就是 這裡有兩件事 其一就是 有一個Working Visa 為期三年的 嗯 那很多人呢 就無論他年紀多大 都好 就透過這個途徑 就先過了 過了 但問題就是 可能他的年紀比較大 或者他未必符合那種要求 那變成現在 是不是有些半天跳的感覺呢 那 問題就出現了 這個實際個案 就是我們有一個 就是我幫他辦的 就是Open World Visa 那只是幫我辦Visa 那辦這個Visa 那時候 就是當時 他的學歷也是 就是 剛巧 他的課程 完成大學課程 就是 都是 近這幾年的 所以都是 那年紀大 四十幾 即是 近四十幾 近五十那邊 是 那剛剛才讀完書 他應該就是 剛剛這幾年 才完成了大學過程 當然 在那個 申請Open World Visa 來說 我也都成功跟他申請了過去 好了 做了差不多一年了 做了一年 然後他 去到當地的時候 他自己去辦 這個 準備辦入籍的時候 就是 專做永久居民這個時候 他就遇到一個問題 在那裡 就說 有機會是不批的 而且機會是很大的 這個情況 正如我所說的 加拿大政府 夠聲聲計劃 他給你的原意 其實他已經計算了 在那裡 我告訴你 當然他沒有明文規定 寫給他多少稅 多少稅不行 沒有的 因為 因為 在加拿大 他有一些 歧視成份 他不捨得 但是很多 我見到 都超過三十歲 三十五歲 甚至四十歲 反而這件事就是 透過這個途徑 去拿 Open World Visa 反而多三十歲以上的人 很多 這些 當然也有些正常的 有些剛剛畢業的 這些都有的 但是很多這樣的案子 現在過了一年之後 做了一年 他就會遇到這個困難 因為他做滿一年 他就有資格去申請 就是申請轉為永久居民 他申請的時候 我想他就遇到這個困難 在這些情況來講 你怎樣解決呢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 你要盡快做出一個決定 不要拖 因為你三年的公簽 一過了 沒有第二次機會 你再申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的人 留在加拿大 還拿著工作簽證 對你來講 移民是一個優勢 因為你已經在那邊 對 為什麼是一個優勢 就是說 第一 你的身份 是可以在加拿大打工的 的身份 這個身份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拿著工作簽證 去到加拿大 是很難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這次既然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 在這個舊申請計劃裡面 你不成功 不要緊的 想一條計劃出來 那我就分享這條計劃 是什麼 就是我們透過那個職業的 我們叫技術移民 通常來說 加拿大的移民局 它都有一個清單 技術移民的工作清單 那一年裡面 或者那幾年裡面 它最缺的工種 那麼 技術移民的升決條件 有三大類 你一定合乎的 第一 第一 有僱主請你 第二 你有相關的證書 它是認可的 即加拿大是認可的 是吧 第三 就是說 你要做滿一年 那這三樣東西 你滿足了的話 你就實懷夠穩了 但是 如果你是人在香港 你是沒有拿到工作簽證的情況下 你透過這個渠道其實是很難的 第一 你首先要申請工作簽證 但是它未必派給你 第二 你要找僱主 你人在香港 你怎麼找 對吧 除非你是說 你是很厲害的專才 對吧 那你很厲害的專才 不需要透過這個申請 是啊 不用了 透過其他渠道 我都說過 第三就是說 你要累積一年的工作經驗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難的 對於那些 現在拿了一個open work visa 有三年期 你現在用了一年而已 發覺 用救生艇這個渠道 走不通的時候 你轉軚 你就有優勢了 那優勢在哪裡呢 那優勢就是 第一 你現在的工作簽證 你還可以有兩年時間做事 你可以找一份工 是合乎加拿大政府 他們那個移民技術移民裡面的 公權那種 那你在那裡累積一年的工作經驗面 你人在那裡穩固住的容易很多 是啊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有相關的那個 工作的經驗 技術性 就是認可的證書 那這些情況來講 我的實例就是 那是一個女士來的 那我就說 喂 如果這樣的話 既然你也有香港的大學 不如問貧 那你不如你可以 你女性 你可以有一個工種 這三年都很缺的 就是home care 就是照顧BB 和照顧老人家 就不是我們香港的工人 你不要搞錯了 不是菲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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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全部要有sert 就是要有一張 就是說 類似我們叫登記護士那些 的sert 但是當然未去到登記護士那麼高級 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 因為你要有資格 去照顧一些臥床 要餵藥 要 那他不是普通的 所謂Babysitter 或者Nurse 不是 他是照顧一些 有特殊 情況的人 是的 特殊情況大家 不用想得太過嚴 不不不 可能他在講他只是坐輪椅 是的 他出遊他坐輪椅 類會照顧 照顧他 照顧他 這個就是加拿大政府規定 照顧這些人 一定要有相關的證書 好了 很簡單 這些課程 其實在加拿大每一間大學 他都基本有 而這個課程 我就建議他 總之他人在多不多 我就說不如多大 多大其實學費差不多 一間大學差不多 不會說這間大學貴些 那間大學便宜些 即是 大概是五千到七千 五千到七千加幣 是很便宜的 他這個課程 為期就是半年全日制 四個月就是學習 上課 兩個月就是實習 當你畢業 你拿了這張課程 而且這個工種 也都在他的技術移民的 清單裏面 你找工作 OK 找工作 起碼你還有一年半的Visa 還沒過期的 你找工作 而且僱主看到你 已經在這裏 遷留了一年多 也都有相關的證書 其實他一定會請你的 而且我都說明 這是很缺的 這種人 所以是容易請的 但你說的僱主 譬如這類的 你家庭服務 他應該是所謂NGO請人 沒錯 其實有NGO 有一些日間護理中心 有一些是NGO旗下 有一些真是透過NGO轉介的僱主 這些基本上來說 多不多這些大城市 溫哥華的城市 他們是很缺的 為什麼呢 老人家沒有人照顧 因為小孩 大家不是住在一起 所以他要找人照顧他 但是也沒有一些合適的 他又不肯去老人中心 就是那些我們叫做入老人院 他不肯的時候 他家裡是有些錢的 他就去聘請這些人 所以你說這些人來說 是很容易聘請的 剛才我說了 讀完科程 有了SHIRT 也是在技術清單裡面 你找到僱主 十那九找 滿足了三樣東西 那你就基本上一年後 轉身份沒有難度 在這個時候 他就不會看你的年齡 因為通常來說 技術移民來說 年齡 如果你不是超過五十歲的話 其實也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還有十多年的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是吧 所以你還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十多年 是吧 當然最理想當然是三十多四十歲 這個不用說的 最理想就是三十多四十歲 但是稍大一點 你四十多歲 都完全沒有問題 至於語言方面來說 語言方面來說 其實一般這些技術移民來說 他那個IOS 或者TOEFL 都不會是太高的 大概是五分到六分之間 現在你在加拿大也生活了一年多 是吧 照計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你也有大學的程度 這些正常就難不了 我們這一批的香港人 所以說 如果你真的現在是三十多四十歲 這些批的 沒有浪費時間 你的工簽還有兩年或者兩年半 你就要把握這個機會 不要全一個僥倖 有一些更嚴重的 現在還在那裏讀大學的人 或者讀碩士 那些人 你讀完之後 你才發覺 原來你的年齡 over了他的要求 我告訴你 你就十八百浪費了很多東西 是吧 浪費時間 浪費金錢 如果你有這些需要 想詳細和我再談 你可以找我們 我們可以給你更多意見 但是這件事來講 正正就是救生廳計劃 在一年前我很多個案 我告訴他們他們不相信 結果就走了過去 走過去也是個好事來的 當然了 先下了地 起碼也是個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過了去 那你多計 過了去你前面有計 難道他踢了什麼 所以變了來說 不用徬徨 過了去就不用徬徨 不過問題就是 不要再浪費時間 去讀那個master 你如果讀過兩年master 你真的 master 也要錢的 不是 你最愚蠢的就是 你為了去移民去讀那件事 其實你不需要 是吧 你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那你就不要浪費時間 還有他又要讀的最沒用的 而且分數最低的 OK 即是容易讀的 是 有什麼用的 是 所以大家不要浪費時間 不會心存僥倖 沒錯 OK 最後就想提醒大家 美國方面儘管移民門檻仍然相當高 現在 那兩年 即是你只要在那裏 在美國 原本你要離開的 現在是有兩年時間給你 是 你可以趁段時間找工作 從剛才那個case一樣 你也救了他 是吧 是 美國真的要踢你離開 所以這個 也很適用的 你可以 美國和加拿大都一樣 在技術移民裏面 它都有一個清單 你看一下清單 或者哪些適合你自己的 那你就透過這個 類似的方法 類似的方法 對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恭祝大家 如果想移民的 這些申請的程序 舒舒服服 bare PPE 另外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雲園海外物業中心呈現 英國多房式HRM O計畫 年三年租約 高達七利回報 投資英國物業市場 還等 快點打電話來 621 144 38 找宋先生了解詳情 在英國租房好像很複雜 不怕雲園移民幫你 幫你穩定樓 看樓 不用你四個行為 快看来云远英国租楼村线6214438了解下啦!